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你也是邀请你的朋友们一起来参与这一项的音乐部导会 那在我们节目还没有开始之前 我们也准备了就是来个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 还有传道还有巫师的祝贺词的 我们来一起欣赏他们的片段吧 谢谢 大家好 我是法国华侨基督教宣导会的林亭光牧师 我在主里向大家问好 虽然2020年真的不是一个平安的一年 太多事情发生 但是在圣诞将至的这段期间 我愿意在主里来向大家祝福 愿我们都有一个蒙恩快乐平安的圣诞 圣诞快乐在法文来说是 愿神赐福大家 大家好 我是法国生命赐光教会梁丽华全道 在这里祝福大家身体健康 愿主耶稣的平安喜乐充满你 带给你每一天的力量和盼望 祝你们圣诞快乐 新年蒙福 好 主里的牧者 同工 听众姐妹们 主里平安 我是欧洲参福的红祥帝牧师 虽然目前的疫情仍然很严重 但我相信主耶稣仍在当中去掌管 也愿主耶稣所赐的平安都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接着圣诞节 祝福大家圣诞节快乐 也愿在至高之处的荣耀归给我们的神 在地上平安归给祂所许业的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主内平安 我是英国伦敦华夏基督教会的李威牧师 在圣诞和新年来临之际 我要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祝愿你们 圣诞快乐 愿你们在新的一年里 身体和心灵都健壮 愿你们更加的爱人爱神爱教会 圣诞快乐 主内平安 圣诞节是庆祝 耶稣基督降生 带给我们新的生命 新的盼望 在此 我代表 澳洲天安宣教协会 祝责祝大家圣诞 圣诞蒙 蒙恩 新年进步 特别在今年圣诞音乐晚会 带给大家 喜乐 盼望 阿们 各位好 我是纽西兰奥克兰会幕金星会的李国顺牧师 再次特殊新冠肺炎影响全世界的一年 让我们借助主耶稣基督的诞生 再次提醒我们 以马内力的神与我们同在 在此 要祝贺各位 圣诞蒙恩 愿主耶稣基督的真平安 临到众弟兄姐妹 家人 朋友的心中 以马内力 阿们 在这一年疫情当中 我们大家多受了很多不少的压力 当时蒙神的恩典 进入非常 的一个特别的月 就是圣诞月 圣诞节虽然不是耶稣降生的日子 当圣诞节是我们共同纪念 我们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 在这圣诞的节来临之际 我在这里祝大家圣诞快乐 新年蒙恩 大家好 我是南太平洋岛国 瓦罗瓦土的高传道 谢谢老师的邀请 在这里跟大家问候 祝大家圣诞快乐 求神让大家有一个平安健康的圣诞节 谢谢大家 弟兄姐妹之内平安 我是泰国人 目前在泰国美赛服饰 我的名字叫 汤亚瓦仰云茶 苏珊万基斯曼 Let's sowadi bimai khab sowadi khab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来自缅甸的李世南传道 目前在缅甸中部的曼德利城市服饰 阿龙北表现金牛普 明天国家 少数民族 士丽书族 我的名字叫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来自明天国家 少数民族 士丽书族 我的名字叫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田莲凯,我是青厨,我现在在缅甸阳光复时。 耶稣说伦丹波尼,耶稣说伦丹波尼。 哈喽,大家平安,我来自缅甸国家,我是个青厨,我的名字叫Brandi,让美标爱美丽克斯曼来优格。 哈喽,大家好,我是来自杰博寨的剪桥,目前在杰博寨的西港城市。祝大家圣诞我们新年快乐。 各位牧者,弟兄姐妹,你们好,我是奉在越南湖区民市新议会,我名叫好感红。在圣诞节节里面祝福大家养生安冷,那么幸福。 哇哦,看过他们的这个精彩的祝贺视频之后呢,哇,真的是发觉到这个世界各地都非常的漂亮,都是我们的上帝的创造哦。 好吧,现在很紧张的时刻呢,就是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日锋博士,有请。 世界各地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林日锋博士。 今天晚上我所分享的节目当中,有很多不同的节目,包括小丑表演,小提琴演奏,古增演奏。 请大家好好欣赏。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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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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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指肯定不太够了 他们想什么呢 大家希望能得到十指了 现在请听一下我自创的十指登科好吗 第一个人们都想自己成为一个材质 就希望十二三岁就能大学毕业了 第二个就希望得到建桥或牛津大学毕业典里的帽子 第三个就希望能够在毕业之后 能够坐在董事经理的位置 好不好啊 那第四个跟刚才一样 希望能买个豪华的房子 然后开了一个豪华的车子 旁边做了一个漂亮的一个妻子 后面也做了几个聪明伶俐的孩子 刚才说是银子 不要了 我们就要改成金子吧 因为金比银更值钱嘛 是吗 那第九样什么东西呢 那第九样什么东西呢 这第九样的子有点特别 有点玄 就是人们看不到摸不着 但又很想要很靠近你跟我的 你想是什么子呢 可能也猜对了 那叫面子 对吗 那第十呢 第十个子什么子呢 在海外华侨的家庭 在海外华侨的家庭当中 特别是比较有钱的家庭 年纪大的父母亲都喜欢在还没去世之前呢 他们都希望在一个风险比较好的地方买个土地 为自己的以后的将来打算 所以我叫做什么东西呢 我叫做杯子 到此为止 这是第十个子 您一生中可能会有十或更多的子 但您却不能没有上帝的儿子 我们一起来念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好吗 这边说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吃他们全病 做神的儿女 所以最好的礼物呢 就是成为上帝的儿女啊 这时候我要请一般的朋友 来为大家呈现首诗歌 叫做普世欢腾 欢迎 欢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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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之后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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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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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即使有人相信这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是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因此 李宗盛 正常工作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一切都 李宗盛 因此 李宗盛 成长本身是很特别的 因此 李宗盛 因此 李宗盛 一个独一无二的眼睛 那么的长 是吗 因此 李宗盛 在圣诶在圣诶 平安 平安 和平安 平安 要报告好消息 旧安 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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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报告好消息 将生在圣诶 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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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报告好消息 和平安 平安 要报告好消息 旧安 平安 平安 旧安 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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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失去的羊 我们会不会 要报告好消息 要报告好消息 如果是有一个人 这时候 我想要报告好消息 家旧 家里很质 家里 质 质 败安 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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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我二十多年 原来 原来是 有永远有永远 有永远有永远有永远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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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圣诶 我要分享一样的故事 天上的福音 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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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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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上的福音 赡 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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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盼望已神秘 Zither Harp 天上的浮沉 是活水之泉 曾吃香 爱只活在人间 为你牺牲 不曾埋怨 只想把 爱放在你心田 天上的浮沉 充满着哀怜 曾吃香 救赎人的恩典 这份礼物 离你不愿 只要你 肯藏开你心田 藏开你的心 聆听主声音 让他成为你 人生的指引 吃你一颗皮 安息了的心 只要你 肯藏开你的心 藏开你的心 主给你安息 主给你安息 让他分担你 挣扎的心灵 放下你的烦 恼你的忧郁 主就是 你的盼望 祝你生命 你生命 哦 藏开你的心 藏开你的心 灵影中身影 让他成为你 让他成为你 人生的指引 吃你一颗皮 安息了你的心 只要你 肯藏开你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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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给你安息 让他分担你 挣扎的心灵 放下你的疤 恼你的忧郁 主就是 你的盼望 你生命 2018年 在澳洲系列的海边 有个女生在那边游泳 这个女生她不怕 因为她常常在海边游泳 但是有一天 海浪真的很大 而且 她开始沉在大海中 非常危险 她呼喊说 救命啊 救命啊 要是有一天 你好像这个人一样 要沉在大海里面 海边 有些救生员经过 有些救生员 很叫求救 他们可以三个回答 三个选择 你要哪一个呢 第一个选择是A 救生员说 我送你一本 如何快速学会游泳的心书 那是第一个选择 第二个选择是B 救生员说 看过来 现在给你上一个 如何学会游泳 三块步骤的补习课 第三个选择是C 救生员 什么都不说 只做一个动作 请问A B和C 你会选哪一个呢 但你会问 只做个动作 是什么动作呢 对不对 这动作就是 跳下水 去救你 请问你要选 A或B或C呢 哪一个呢 我想答案不用我说嘛 大家都会选C 我们需要人 跳下水去 把我们救上来 对不对 真的还好 那女生要沉下去的时候 刚好就是那人 从海边经过 就跳下水去 把她救了上来 还好 当然不是 但你从她面口 可以看得到 她真的太惊吓了 其实一个有罪的人 就好像一个 施主 只在大海中的人一样 她在喊就说 救命啊 救命啊 这个时候 你以后都需要 一个救主 而不是个教主 但我们真的需要的 是先有人 把我们从海中 救出来 从罪中救出来 然后教我们 如何做人 如何行善 对不对 当你小跌倒的时候 妈妈最担心 而当你犯罪迷失的时候 创这本的上帝 是最担心 今天是2020年 为什么是2020年呢 我们都在以 这个2020年 来纪念 曾经有一个人 曾经在2020年 诞生了 这个人是谁呢 他的名字叫 耶稣基督 他的诞生 给人类带来盼望 以赛亚书 七章十四节说 必有同女 怀孕生子 给他起名叫 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 神与我们同在 神为了拯救我们 他道成肉身 来到我们当中 来到我们中间 神与我们同在 他的诞生 也是为了要为人类 使在十字架上 曾经考古学家 在1960年代 在耶路撒冷 找到有人 被钉使在十字架上 的一个躯体 很不幸的 人忘记把那个钉 从他的脚跟上 扒出来了 他的脚骨跟 被一个很长的钉 穿过去 今天还在哪边 告诉我们说 两千年前 真的有人 被人钉死了 石架上 这个事情的 基督耶稣是个义人 没有犯罪 所以他可以 把你和我 从最终拯救出来 这个义 这个字在 象形字里面 原本是 好像羊的两个脚 那一点是一个箭 一个刀 杀死了 那个羊 意思是 意志本身 是有戴罪羔羊的意思 人才没意的话 需要戴罪羔羔 另外中国古代 他们有祭坛 祭坛会献上牛羊 来献祭给上帝 只要人跟上帝 有美好的关系 所以圣诞节 最重要的消息是 在罗马书五章八节 说出来了 唯有基督 在我孩子 罪人的时候 唯我们死 神的爱 就在此 向我们显明了 但你跟我 还是罪人 迷失方向的时候 神的爱 就彰显出来了 因为他准备了一个羔羊 唯你而我 死在十架上 但感恩的是 耶稣没有死了 就完了 感谢上帝 他死后三天 从死里复活了 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说 耶稣对他说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 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你跟我 总有一天会面临死亡 但相信耶稣的人 有一个盼望 我们有复活的盼望 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 有约五百位门徒 曾经亲眼见过他 见过这位 从死里复活的耶稣 以后也有一位门徒 他名字叫保罗的 也曾经亲眼见过 这位复活的耶稣 这保罗的生命的改变 很传奇 为什么呢 因为他曾经是逼迫教会的 打压教会 打压基督徒的 他要从耶路撒冷 去大马赛的路上 在路上的时候 碰到复活的耶稣 那复活的耶稣 向他显现 荣光四照 意思是荣光非常的强烈 所以他见到 这个复活的主了之后 他以后三天瞎了 三天看不到东西 他以后三天也不吃不喝了 他知道他遇见了救世主 从那天开始 他的生命完全被翻转了 以后他成为宣教士 到各国各城去传福音 甚至以后在罗马 被人看似的 我相信 他的经历 见证是真的 不然的话 他会轻易的 如此的把自己生命摆上去 最后死在罗马 最近在美国 有个哈佛大学教授 他的名字叫 Evan Alexander 他因为曾经患了一个 很奇怪的病 而在医院里面 昏迷了七天 在昏迷七天当中 他有很奇妙的经历 他把这些经历 写了一本书 他自己亲口做见证说 他在昏迷七天当中的时候 他灵魂出窍 甚至去了天堂 甚至在天堂里面 听到很美丽的歌声 而他经历很特别 他写了一本书 叫Proof of Heaven 中文翻译叫做 天堂的证明 不久之后 美国很著名的杂志 叫New Street 也把他的故事 刊登出来 甚至在他们杂志的 风味里面提到 Heaven is real 意思说 天堂是真实的 这是我也很愿意跟你分享 一位住在某高原地带者的见证 这个人的生命也是很传奇 他曾经做了和尚十五年 在他生命很低潮失落的时候 他甚至想到河边 跳河自杀的 那时候凌晨两点钟 他有住的高原地区 是没有人听得懂英文的 在那撒纳 他正想跳下河去的时候 他听到在空中 有人向他呼喊 What are you doing? 你在干什么? 就用英文来呼喊 跟他说的 他很惊讶 很震撼 谁这个时候 凌晨两点钟 在空中发了声音 你在干什么? 他不出杀了 他寻找到声音从哪来 谁跟我说话? 这个讲英文的人在哪呢? 不久他在空中 他在穿一个白袍的耶稣 向他写信 他们眼睛插了四五次 还是看到一个穿白袍的人 是耶稣他说 向他显现 今天他是个传道人 在高原地区里面 也传了这个美好的福音 今天我们可以感恩 因为有千万人 都经历上帝的恩典跟恩惠的 在结束的时候 我要分享一首诗歌 名字叫奇恩典 奇恩典是1779年 出版的基督教赞美诗 由英国诗人和英国的 约翰牛顿牧师 于1772年所撰写的 这首歌曲 是牛顿牧师 根据他个人回改的经历而写的 他小的时候 有一个很敬虔的母亲 这位母亲常常为他祷告 希望能够快点认识耶稣基督 但很可惜的 这位年少的约翰牛顿 却非常叛逆 以后就变坏了 没想到他以后自己成为奴隶 被卖给一些主人 再有一次 他坐船回到英国的时候 没想到遇到暴风雨 这个暴风雨非常大 甚至他想 他连他生命也保不住了 这个时候 他才呼吁上帝 没想到 他当然不识 活了下去 这个经历 是他生命的很大的转捩点 以后 他信主 成为一个传道人 成为牧师 也写着我诗歌 叫《起恩典》 我很荣幸的今天晚上 能够邀请好几位福音歌手 还有西班牙的诗班 还有西班牙的一位吉他手 来帮我一起来伴奏和一起合唱 这我诗歌的视频 是用无人机来拍摄的 我也很荣幸的被允许 这个教堂里面唱这首诗歌 他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听这首诗歌 让你能够领受上帝奇妙的恩典 奇妙的圣诞礼物 就是人子主耶稣 请听这首诗歌 叫做奇妙的恩典 奇妙的恩典 和灯甘甜 我醉意的舍练 前我诗善 静悲心慧 瞎眼睛的看见 如此恩典 是我敬畏 是我心的安慰 是我心的安慰 主心之事 我梦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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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恩怀爱的千年千年 喜乐丰盛在赴获天 神往那边快些 喜乐丰盛在赴获天 神往那边快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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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往那边 神往那边快些 神往那边快些 什么是正大的盼望呢? 正大的盼望就是 人执、主耶稣 约翰福音三十六节说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亲爱的朋友 上帝很爱你 盼望在你有生之年 还没有能够听到这个福音 并且能够接受 这个圣诞最好的礼物 就是人之主耶稣 在今天这个晚会结束之前 我愿意做个祷告 我盼望你的心得敞开 愿意跟我一起来祷告 接受这圣诞的礼物 因为上帝很爱你 盼望你能得到这份礼物 这个永生是属于你的 只要你很接受 好不好 这时候我讲一句 你跟着我一句 浅诚的祷告 好吗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说一句 大家跟着我一句好吗 亲爱的天父 我感谢你 敞开我的心 听到你的福音 就是你很爱我们 拆开基督耶稣 降生为人 被人钉死在十架上 为我死 为我复活 我现在打开我心门 接受主耶稣 为我个人救主 求你赦免我 一切的罪恶 从今天晚上开始 我是一个新造的人 救世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 我感谢你 如是祷告 奉耶稣基督 得死的名字求 阿们 亲爱的朋友 这次我祝福大家 圣诞蒙恩 新年快乐 我们以后再见 我们以后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